京京业业干了十年 今天我终于做上了部门经理的交椅 哇 你升职了 没有 经理换了把真皮老板椅 把他那破椅子给我了 还有什么 如果给你五十万 让你离开你老婆 你会干吗 还有其他条件吗 什么意思 就这么点小事就给我五十万 我心里不踏实 还有什么 你认为你对女人有魅力吗 某些方面还是有的 哪个方面呢 红女人睡觉 能说具体一点吗 我一给她们发信息 她们就说 我要睡觉了 你看哈 凡是带上字的都是好词 两个字的有 上好 上成 上班 上朝 上生 上肥 这都是个别的 你看那三个字的哈 上上前 上书房 上大学 上北京 上西天 哎呦 你们 到现在还不结婚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想找个漂亮的 哦 那就找啊 可是我怕漂亮的靠不住 那就找个丑的 找个丑的 我怕我靠不住 哎呦 你们 哈哈哈哈 请问大师 小时候和长大了有什么不一样 小时候 总希望白天更长 长大后 总希望夜晚更长 小时候不小心摔倒了 如果看到周围有人 我就哭 然后再爬起来 长大以后不小心摔倒了 如果看到周围有人 我就先爬起来 然后 找个没人的地方再哭 哈哈哈哈 哎 别人都说我长得像杨幂 你觉得呢 确实像 那你觉得我们哪个地方像 性别 哎呦 你们 哈哈哈哈 请问 有没有一种什么都不干 坐在那里 天上就掉钱的工作 有 什么工作 到许愿池里当王吧 哎呦 你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请问 在古典文学作品里面 最适合做老公的人是谁 猪八剑 为什么 一 他长得不帅 放在家里有安全感 二 他性格温和 既不像悟空那么暴躁 又不像杀僧那么木呢 三 猪八戒很顾家 去西天取经的路上 人家说了多少次要回高老庄啊 四 他怜香惜玉 绝对不会家暴 就连孙悟空要打白骨精 他都数次的极力阻止 六 猪八戒嘴甜 做他老婆 他一定会说的你天花乱坠 心花怒放 七 也是最主要的 他曾经追过嫦娥 你要是嫁给他 他一定会说 你比嫦娥漂亮 哎呦 你们 等待 Commons 噓 垫 都 ony omen 优 yapıl 兹 兹 不 Sn 丹